大家好 那么大家知道英国给了香港居民BNO护照这个特殊的待遇 目前香港大约有290万人拥有BNO护照 再加上他的亲属 所以这个数量可能达到600万左右 所以现在中国可能也对BNO护照进行一个新的制裁 将取消BNO护照持有人的中国国籍 并将无法担任公职 另外将失去投票权 这是彭博社在14号援引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正在讨论是否禁止持有特别英国护照香港居民担任公职 这是援引未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该提议意在报复英国去年的一项决定 因为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的100万香港居民提供入籍通道 中国也在考虑是否剥夺BNO护照持有者香港的投票权 目前报道说各方对这一举措存在分歧 所以没有正式公布 北京的你禁BNO护照持有人在港出任公职还有投票 但最新消息指这项消息目前并不准确 北京会针对透过BNO移民计划取得英国国籍的香港人取消其中国国籍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拥有BNO护照没关系 你还是可以拥有香港的正常身份合法的一切 但如果你拿着BNO护照最后到了英国入籍了 你入了英国国籍了 那你将自动失去中国国籍 失去什么香港这边的国籍 也就是不能让你什么拥有双重国籍 中国法律规定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 那么他将因此不再是香港永久居民 所以只要你拿着BNO护照入籍了英国 你就不再享有香港国籍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你将无法出任公务员并失去投票权 英国官方估计有多达540万名港人符合资格申领BNO签证 包含290万有BNO身份的香港人 230万名亲属 那么拥有BNO护照的香港人及其近亲 从今年1月31号起可以申领特别签证 就是香港BNO visa 最长可在英国停留5年 住满5年后可申请定居身份 之后再居留一年就可以正式申请成为英国公民 在北京6月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全国国家安全法之后 伦敦方面宣布了这一计划 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97年香港回归中国铺平道路的承诺 英国护照办公室数据显示申请BNO身份的人数激增 去年前十个月英国签发了21万本BNO护照 英国估计到2025年将有多达32万2千名BNO护照持有者移居英国 这表明大多数申请者希望获得这个文件作为对冲 根据香港的法律 最高政要如行政长官首席法官和代表地区的立法者 必须没有在任何外国居留权 也就是必须拥有单独的香港的居留权 只能是一国公民 你不能拥有双重国籍 但其他的一些公职除外 你比如说法官 香港的法官是可以拥有外国国籍 那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可以成为公务员 其实也包括警察 所以你在香港也可以看到很多拥有什么加拿大国籍 加拿大护照的香港警察 拥有什么美国护照的香港警察 对吧 香港的有些公务员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这个香港实际上 他有些职位是不允许的 特别是什么特首 但有些职位也是人学 警察呀 法官呢 这些 周二的时候 当被问及一项惩罚病友护照持有者的提议时 香港的行政院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他不知道某些选项 并否认香港政府正在讨论任何此类的措施 但他补充说 如果现在有人单方面背离共识 另一方采取一些行动将是理所当然的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下周在北京举行闭门会议上将讨论一系列香港问题 上述议题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这次会晤正值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就职 香港当局周四还逮捕了14名涉嫌帮助活动人士逃往台湾的人 所以这一次呢 我觉得这个很可能就会成真啊 所以我提前告诉大家 特别香港的朋友啊 我提前告诉你们一声啊 这个政策很可能会通过 如果有变化的 也是这个拜登上任以后 他对香港的态度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看啊 中国大陆呢 在香港这个 现在的所有的行为吧 你其实就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对香港是动争格的了 你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大陆会 只是做做样子 未来又回到原来那个样子 不是了 香港现在从现在来看 香港已经是动争格的了 所以呢 BNO护照这个事呢 我直接就明确可以告诉大家了 未来也是 未来也是向这个方向走 逐渐逐渐的香港呢 就不会有之前那个 之前那个状态 你明白意思吗 你拿着BNO护照 拿着英国国籍 又跑到中国啊 香港来当什么公务员 来选议员甚至来当特首 这都是不允许的 都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了 香港呢 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子 对中国大陆来说呢 咱们大陆人呢 其实就很好理解了 遵守中国的法律 对吧 不允许有双重国籍 那咱们都遵守 这在香港人也必须遵守 你香港没有特权了 拜登上任以后啊 对香港的态度 咱们还得再看 中国大陆现在根本不看拜登了 你从这个最近对这个香港一系列事件上 你可以看 其实对美国对香港这个态度 其实已经不在乎了 不在乎了 就拜登上来 香港这个该怎么弄还是怎么弄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大家心里得有数 就算拜登上来 也不会改变香港现在的这个状态 只能会强化 强化中国大陆国安法在香港的存在 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